阿姨不是不让你影视 因为这种诈骗太多了 我觉得董事长怎么可能 会来教你怎么做股票 你每次要贵多少 100万喔 男子奔银行汇款被挡下 银行零贵拦炸 去年就近8000件 这些还是冰山一角 说不完的LINE 说好康报你灾 误处陷阱 掏钱投资 不变的养套杀 一次全片光 连钓与简讯也一变再变 催脚气燃费 停止Apple Pay 乱枪打鸟掉个资外 更有人早被锁定找上门 他因为他们的系统被害 所以我多了很多的订单 然后他要帮我解决 跟我预告说会有银行的专员 来帮我协助我处理这些事情 个资一字不露对上 庄先生不已有他 按着指示操作 白白损失36万 诈骗也跟实事 打上名人关键字 茂名粉砖全都是 更有片图脸书发文 真才讨存者 把人集中监控 闹出三条人命 诈骗不停乱窜 不少民众感到烦人又无奈 就无奈因为路上都会跳出简讯 然后就是打电话也会有 才会接到一些什么诈骗电话什么的 就觉得 怎么现在照片这么多很可怕 远景冲水房破机房 一抓再抓没尽头 检方苦追金流 十之八九徒劳无功 检察官点出 关键在于人头账户太泛滥 不用几分钟脏款洗得无影无踪 很多的人手上一大堆的账户 他被判刑有罪确定以后 他还是可以有这么多账户继续去卖 那还有现在有很多第三方支付的账户 这种业者的管理 几乎是完全无政府状态 喊话设立黑名单 只要变成人头户 永远不得再开户 第三方支付才特许制 不让诈骗集团洗钱也能多管齐下 我们希望用我们的登录制度 类特许这样子 又有辅导的效果 又有管理的效果 因为我们的DNA还是做产业辅导 数位部力推 政府简讯111 金管会也延拟 加延网银约定转账 法务部拟修法 无故提供人头户 五年禁止开心户 NCC继KYC指引 用户办门号 落实双证查核 看似打诈总动员 警方却无奈 实际执法依旧凭卡关 整个源头如果没办法去清理的话 那后端我们也是只能去受理这些被害人 由于现在的金流转换得很快 那我们现在只能教育民众 让民众有一个打诈的免疫力 政府的因应的配套 甚至乃至于说一些后续的法规范 根本就是跟不上这样子的一个 诈骗集团快速进化的一个手段 我用了一个更精确的比喻 就是说骑U-bike最高铁 虽然政府说打诈有在做 但对抗新型诈骗 查器也需心理器 学者表示 科技侦查法还在原地踏步 要解决诈骗问题 不能只靠民众自觉 公部门也得加把劲 跨部会协调 设法阻断犯罪源头 别让打诈沦为嘴上功夫 原事新闻综合报导